郑板桥 郑板桥大家都认识是一个高官来的 而且郑板桥本身是一个青年的官 非常非常照顾百姓 所以我们通常牙 以前古代嘛 做官的人 门口去一个对联 牙门发自开 无钱抹进来 郑板桥做官就不同了 它有包装的气质 所以他说 他就改 这个对联这样写不对的 门联他就改 他说 牙门发自开 有钱无礼抹进来 所以那些高 那些叛乎的那些 还有那些什么恶霸 财主就很怕 对郑板桥的印象很不好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去年的官 然后郑板桥画族很出名 大家都知道 那么现在接下来呢 我们看到一个北宋的苏东坡 也就是苏氏 他也是画族很出名的 苏东坡本身呢 大家都摆说 他说 族是非常气质 非常高的 我们经常贺连天也去看到 足够平安嘛 高峰亮节 高峰晋节 所以 北宋的苏东坡呢 苏东坡就是苏氏 他是一个诗人 所以每个人都对苏东坡的认识 他写诗写得很好 不知道他会画画 其实他的画也很高深 书法也写得很好 他除了诗以外呢 还有这两个特色 他的族也非常出名 所以他说 他非常喜欢族 他说画族就是破熟 熟气的熟 我们住的地方呢 他喜爱族 喜爱他想说 不可以居无族 宁可吃无肉 不可居无族 无肉令人瘦 无足令人熟 所以他说 因为以前古代 吃肉是很了不起 富贵人家嘛 才有钱吃肉 所以宁可吃无肉不可居 住的地方一定要做 所以每一个家家户 他们都体验有种族 来破这个熟 熟就熟气的意思 没有种族的人就是很熟的 就是没有文学修养 文化程度不高 所以他们以前的种族是非常重要的 那苏东坡爱族爱到怎么样呢 本身除了这个 刚才我所谈的以后 他的族呢 其实很多人以为是正本条件 他的族也是非常好 他现在收藏在博物馆的 那些是国宝的 国宝的 所以他的族跟诗 以前我们以前讲苏东坡 苏士 苏哲 还有苏巡 这三位呢 古代的 历史上称他们为三苏 三苏就是苏东坡 苏哲 还有苏巡 苏巡是父亲来的 他有两个孩子 第一个是苏东坡 大儿子是苏东坡 第二个孩子是苏哲 他们三位都是大师人 苏东坡非常喜欢特朽 他说他是全世界喝酒喝醉多的人 也是全世界最不会喝酒的人 你们听的不是觉得很矛盾吗 为什么喝酒喝醉多 怎么会喝酒 又是全世界最不会喝酒也是他 其实一点都没有矛盾 为什么呢 他说 他就讲 他喜欢喝酒啊 喜欢到怎么样 自己酿酒 因为他一喝酒喝两口他就醉了 醉了 醉了 醉了时候就把他的大衣脱掉 卷填一个好像枕头这样的 那么就躺在地上就睡觉了 睡觉一醒的时候呢 又开手醒来就开始 画画写字啊做诗啊 做诗啊 做诗很出名啊 然后等下就写写诗了以后 又在喝酒 又在睡觉 所以整天都在喝酒 每一个时段都在喝酒 他喝酒好像喝水一样 好像我们喝水一样 所以变成时通 所以时通过的酒 酒量其实非常差的 但是他又很喜欢喝 每一个时间都在喝 所以不是说全世界最不会喝酒喝 酒也是他 喝最多酒是他 所以喝都没有钱买酒 自己酿酒 喝的太多了 自己酿酒 酿酒的时候就做 喝了酒以后呢 怎么办呢 他就 因为他天天都要喝 每个时候都在喝酒 所以喝了酒以后 他就自己酿酒 又把酒请朋友喝 淫湿做对 那么他也很喜欢吃肉 很喜欢吃肉 所以东坡肉 东坡酒 东坡肉那时候 现在还有 现在还有 所以东坡肉呢 他喜欢吃肉 以前的人都没有不怕胆不存 他们都没有厌血 什么 那什么胆固醇 高鱼 都不会 所以拼命吃 那个肥肉啊 阿达坏他们也吃 所以东坡肉是很肥的 对不对 很多油脂肪在里面的 那么他们以前就是 不会 就是吃 那结果 东坡酒跟东坡肉 就是我们 就是现在继练出东坡 所以是东坡自创的 这个大家认识一下 没有 这个 刚才我们就介绍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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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来呢 我们 中国话 我们今天主要是谈中国话的绘画技巧 所以我们就谈到怎么用笔 用墨 用水 这个很重要 所以这个 中国话里面的水墨画 水墨画就是黑白的 然后这个水墨画就是 这不名思义 水是第一位嘛 墨是放在第二位 所以水墨画 这样 我们有一次讲水彩画 没有人讲说彩水画 水墨画 没有人讲墨水画 没有人讲水墨画 意思是说水比墨的重要 你看日本人呢 他们对水彩画的称呼 他们没有讲水彩画 他们讲水画 水画 用水来画的话 意思是说这个彩色不重要 水很重要 水的控制非常重要 所以水是排在第一位 那不只要控制这个水分 这个经验就是要看大家了 怎么去训练 怎么去学习 所以我是 我们大家应该明白说 水彩水墨 这些为什么不讲彩水 也不要讲彩墨 就是这个意思 水分的控制呢 等一下我们取一些例子 来给大家看一下 先谈谈这个用笔 用笔 我们下笔的时候 中国话最讲究那个钝笔 每次都讲钝笔 哇 它这个功力很深啊 笔飞墨 哇 下笔的力呢 好像能够钢个顶 所以下笔的力呢 古代他们是非常重视的 比如说你握那个笔 要握得很紧 握到人家从后面 要被扒扒不起来 那你就成功了 所以笔一定要握紧 要处力 我们其实画画写字啊 都是用全身的力 啊 是一种运动来的 你看我们现在下笔 下笔啊 我们画 OK 要向上 我们反而退后才向前 退后才向前 退后才向前 退后 这个是矛盾嘛 我们本来是要向前嘛 那反而是退后才向前 退后才向前 这个就是我们中国的钝笔 写字也是这样 所以欲左先右 欲右先左 比以前 比以后 意思是说 你要向前反而退后 要向左反而 先右一下才左 要向右呢 左一下才右 这是反方向 就好像我们下 推车下斜坡 推那个反车下斜坡 我们不能够向前 推 我下斜坡 你向前 推 那肯定的人会跌倒嘛 很不安全 所以我们呢 反而怎么样 把那个反车往后拉 往后拉的意思是什么 你才能够安全的下斜坡 如果你真的向前 推不是滑倒 所以这个是矛盾 矛盾就产生力量 所以你下的比较有力 就好像你出圈打人的时候 也是一样嘛 你要向前 一拳打过去 你不能够真的是这样 这样打过去 那再拉一下 你就跌倒了 反而怎么样呢 退后向前 踢住球也是啊 你的球 要向前踢 要退后一下才踢出去嘛 才有力嘛 一样的道理 画画写字也是这样 所以他们说 比要向前反而退后 要左就先右 要右就先左 这个是很重要 这个是我们中国的针笔 所以书画是童年 书画都是用样的方法来做的 所以刚才我写这个书 欲左先右 欲右先左 所以我放慢速度 你们就看到 我的笔是 推后才向前的 这个很重要 所以这个就产生了力度 中国话 一来有两种 一种就是 外力 一种叫内力 比如说 我们 刚才我们说 这样退后 向前这个是外力 那么还有一种力的表现方法 我们知道是内力 内力怎么表现呢 就是这样表现 这个画 中国画 疼啊 刮内 画那个疼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是用魅力来控制的 表面上看这个力 好像没有力 软弱无力 所以这个软弱无力呢 其实是力在鼓中 你画的人呢 你会觉得你非常出力在画 但是在看那线条呢 好像是软弱无力嘛 这个就等于我们 我们叫内力 也就是中国画里面 太极拳 武术的太极拳 这样打起来轻轻的 柔柔的 好像没有出力 其实是真的 他们是用这个筋骨的力 控制 我们画画也是这样嘛 所以树画呢 跟武术 跟唱歌 跟跳舞 都有关系 音乐也是 你看音乐那个指挥棒 他们的指挥 你画起来就是一幅抽象画嘛 其中都会有轻重虚实快慢 都已经在里面 都已经在里面 所以这个线条呢 所以我们说书画同源嘛 书画都有关系的 你书画好 你的画也会好 你的画好 你的画好 书画也好 所以我们学习的时候呢 最好这两种都懂 书画跟画都会 那么你们 你的画 自己写的字 那么就会看起来很协调 很统一 可以 当然你可以请朋友帮你提款 也可以 因为你的字写不好嘛 所以说 文化 那个提款啊 很重要就是说 不可以 字画画得很好 那字写得一塌糊涂 人家就说 你的画画得不错啊 字写得一塌糊涂啊 整张画都被破坏了 所以这个字画呢 一定 一定要同样好 如果一样好一样不好 那最好不要提 还是请朋友提 不要提也可以咯 如果你 完全真的不会 签一个名 签名不会 就盖一个印章就好了 就不用写咯 有吧 有一些大名家 他们只是盖印章而已 连字都不写的 也有 我们现在 进去再谈一下 刚才我们介绍的 总结架就是说 内衣跟外衣的不同 还有盾底方面 这些管作用力 这些我们学习的时候 非常重要 一定要 一定要很认真的 对待它 否则你的画 画学就是软肉无力 就是没有 没有功力 没有功力就不好嘛 水准低嘛 所以画画最重要 就是讲述功力 打国术 也是讲功力嘛 你唱歌跳舞 也是讲功力嘛 这功力很重要 那功力要怎么练出来 那就要全要练 要多加练习 这个练习很重要 所以我们每天都要练 其实学习书画也好啊 学习这个 艺术 各种艺术 都是要靠每天在练 不但要练 不但要练 还要苦练 现在大家都很忙碌啊 有什么时间练 是不是 各有各的忙啊 那么怎么样做呢 我告诉你一个方法 就是说 你们平时啊 你们的 比如说有学书画的 就把它排好 这样set好 整set在那边 走过去练习笔 这个就是练 每天都要练 因为你排好嘛 很容易嘛 不要说想到今天 又去练字画 又去排啊 拿水啊 拿墨啊 拿笔啊 很麻烦嘛 那你排好好 半个那边走过 五分钟也可以啊 练五分钟也不要紧啊 没有时间就五分钟 十分钟 二十分钟 有时间就练长一点 走过就练几笔 你天天练你的头脑就很精明 所以画画书画人不会老人痴呆症 博语学家的研究 他说找不到一个痴呆的画画人 所以写字跟画画都是一样 异曲同工之下 就是写字也好 画画都是一样的 其实大家都不明白 书画就是一种保健 对身体的健康很有帮助 那么现在我们谈了用笔跟用水 水方便呢 刚才讲说 水是很重要 水怎么样重要呢 就是一幅画 一幅山水画彩木画 你画完了之后 你看起来好像还是400的 好像还没有干 永远都不会干的样子 这个效果就是用水的效果 用水的效果 当然是也不简单 比如说这张山水画 我们说遗景 这张画呢 我们这样看的时候 好像这个笔墨好像都还没有干 会吗 你们感觉是不是这样 其实这张纸已经干透了 干透为什么你觉得不会干 就是你的用水用得好 所以我们是通过笔墨 把水的生命永远保留在画面上 就是我们永远都觉得 好像这张画都还没有干的样子 这个的气势 这个艺术效果是非常好 非常高雅的 非常令人感动的一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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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境 意境 所以这张我们叫做水墨画 水墨画 水墨画 就是感觉到有点下大 清喷大雨的感觉 但是这张画我们看起来应该是有点抽象 不是很写实的 所以这个叫大血液 抽象画就叫大血液 我们中国有分大血液小血液 小血液就是看起来比较真 比较像 但是它也带有点抽象 但是大血液呢 抽象的成分比较高 就是看起来好像 像又好像不像 所以奇百事有提出一个是也不像之间 他一像就除气 完全画得不像又欺骗世人 所以画画的是像也不像之间是最好的 境界最高 意境最高 这种是介绍一下水墨 水的应用 接下来呢 我们就 我们刚才讲说 练画跟练功 练画不练功 到了一场空 所以如果你们练学画的人 又不肯花时间去练 那就等于没有用 其实练画不是说 练书法不是说只是练给他们美 自美、化美 练功、练身体健康 这个跟保健非常有关系 很多人都不知道 但是中华五千年的艺术 渊远有长博大精神 传到我们现在呢 你看我没有很好地爱护他 没有损失那么大 很可惜 所以大家应该全要去练 不但练身体健康 也是练你的字画好 也是充实你的文化修养 增强你的文化程度 所以这些都非常重要的 而且这个是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根基 为什么我们不要去选它呢 为什么我们不去重视它呢 接下来我们谈谈这个 我们今天讲就是说无所不谈 想到就谈 那么大家比较轻松 不要太过严肃了 我现在在 刚才我是画兰花还没有画 说路写竹洗写蓝 那么我们现在高兴有时候 应该画兰花了 兰花的画法是这样 很飘逸的 那个线条 有一分轻重叙使 不像我们画竹这样 有点霸气 这个是兰花的叶 然后我们也画一些短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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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 蓝花的根部呢 法子要紧 叶子要挺 这个挺不是很粗粒 好像竹这样 这样的粒 它是一种内粒 内静的粒 粒是控制在筋骨里面的 所以这种粒叫内粒 这种粒是不错的 现在我们就开始 这个是水波画 这个是画它的汁 然后就画花 花我们可以用颜色的也可以 或者用纯粹水墨也可以 这个蓝花呢 这个花线是四点 我们点红的 蓝花 然后 你怎么样表现它是陆地呢 我们就点几点在这边 这个代表石头 现在已经在 你知道这个下面就是陆地 因为有石头 然后蓝叶 我们有老叶很长的 也有短的 任叶 互相串叉 拔指要紧 就是这个部分要紧 叶子要挺 这个蓝花 我们就叫石子的蓝 因为它有点飘逸的感觉 柔中带钢的感觉 这个就是太极拳的力 我们的拳有硬拳 有柔的 太极拳就是柔的 柔中带钢 与柔克钢 那么这个竹呢 就是有点像那个少林犬 那绿是外在的 外在的绿 这些个蓝花 当然画完的时候要提款 提款就是提字 好 我们当然可以写这个 悠香祝福 有没有 这边比较重 所以我们可以提到这边 多神 好 协议 这个叫协议画 谢谢大家 优香出谷就是兴用兰花的气质 它的香味呢 兰花的香味是从深谷里面出来的 随风飘进来的 你闻到就会闻不到的样子 唯一唯一唯一的 所以它香味不是很香 一般上花如果长得很漂亮 五元六色比较牡丹 就不太香 因为它已经很漂亮了 它不需要用香味来吸引牡蝶味 所以兰花的香是中等的 就是说不是很香 但是会有一点香味 它就像一个优香 就比如说优香出谷 这两个字是写意 这个叫草书 狂草 我们草书有荆草 狂草就是有点抽象 写好像 有时候自己写过一个时候 看一顿都在写什么 自己都不知道了 这个叫狂草 就是走向抽象化的 那么印章是盖在这边 我们现在这个在 兰花这样 帮忙拉一下 中国话里面 还有一个表现方法 我们叫非白 你们听过非白的笔法 非白就是干笔的效果 比如说我们现在 这笔我们这样看过去 这个就是非白 非白就是 其实就是干笔的效果 但是这个干笔效果 如果你应该表现 滋干就非常好 因为树干的树皮不是很苍净很苍老 看起来就是有一种干笔的效果 这个点胎 这个点我们叫做提神点 为什么叫提神点 因为它点下去的时候 整个脂就精神起来了 脂的生长规定是由粗到细 这个是脂干 梅活的脂干 所以我们现在 这个非白有一个故事 就是创始人是汉朝的蔡庸 蔡庸创造的非白题 我们修法也有非白 化话也有非白 所以非白的意思 就是这个效果 以前我有一个学生 日本人 他就告诉我 他说 因为他日本人 他不会讲华语 但是他懂中文字 他就告诉我 他说 I read from the book What's the meaning fly white 非白吗 非白 白不是white white 非就是非fly fly Fly 那我一直想到老板 什么叫fly white fly white 我说 I don't know 我就跟他讲 我不会 我真的不会 那叫到他 又不会跟我解释 华语 那么怎么办 那后来我想 对呀 他们日本人懂中文字 对不对 所以他就跟我讲 他就写中文字给我看 哦 我说非白 我怎么知道 我说你应该讲 dry brush effect 干笔的效果 这样我就会知道 他那么 政治本人会写中文字的 所以他写中文 给我看 我就知道了 我说非白 当然我会懂 为什么会讲非白 因为我们的笔 这样 不是在非吗 非的 非笔吗 那么白 就是他有产生一些 湿湿的那个白线出来 就是干笔的效果 所以这个呢 我们叫非白 所以他 这个非白是采用创造 他怎么样创造 他看 他那个油气酱啊 在粉碎的时候 这样一笔刷下去 就有时候不均匀 不是看到这样的效果 所以他说这个很美啊 很有艺术性啊 为什么我们不要拿来画画用 写字也可以用 后来他就把它应用在写字画画 所以他采用创造这个功能非常大 那么大家都跟着写嘛 因为很有艺术性啊 很好看啦 看起来很精彩嘛 所以非白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他就知道 因为学术话的人 一定要懂非白 所以那个日本学生 他好像很气 我的地球话有没有那种 真的我是不会嘛 那时候 好 谢谢大家 非媒体 然后中国画的流空白啊 我们介绍一下 中国画跟西洋画不同 西洋画他们很注重整张画 彩色啊 填得满满的 油画水彩啊 这些花 胶彩都必须整张画全都满 中国画就不必 这个中华的特色 所以这个是我们中华文化的 最高的意境 这西化所没有办法达到的 怎么样讲呢 我们现在来写一下 来表 来解释一下这个中国画的 什么云啊 雾啊 水啊 云啊 雾啊 水啊 天空啊 地雅啊 我们在中国画里面 是不必画的 完全可以留空白 完全可以留空白 就比如说我们 所以中国画的白色 是非常有意思的 意境非常深远 我们现在讲过 解释一下这个 有一张山水画 来解释一下 这张山水画呢 这张山水画我们 就是说 大家可以看到天上 你跟我拿一下 道反 道反 sorry sorry 道反 这个山水画 你看 我们跟西画的不同的地方 西画 一定要把天画出来 云啊 雾啊 什么画 我们现在的天呢 就完全留空白 不画 就是 以少生多 我不必画已经有了 我只要画几只飞鸟 你就感觉 这个是天 那么这个雾呢 山 远山 就是有雾咯 那些雾我们也没有画 我们也是留空白 对不对 所以这个空白的地方 就代表雾了 代表雾 上面呢 就是代表云了 所以云雾都不必画 然后呢 远山 蒙蒙 也是带有雾气 这个是南方 南方是潮湿 空气非常潮湿 所以你在画眼镜的时候 会看得非常清楚 静得很深 你看 远的就模糊一点 更远的就更模糊 所以我们的水呢 也没有画 这边的水嘛 有看到吗 有船 我们就画船就可以了 船一画 你知道这个是水了 所以也不必画 但是西画就不是这样表现 西画它必须要整张 天啊 云啊 雾啊 全部要画 水也要画 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留空白的 这个是油画水彩的表现方法 就是西画跟中国画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们 提卡索也非常重视我们的中国 那就是说我们不必画就已经有了 以少甚多 所以我们这样解释一下大家明白了 这些我都没有画了 我没有画我是留空白的 这边是留空白 这边那也是留空白 这边也是 所以我们中国画了天啊地啊云啊雾啊雾啊 这些都可以不必画的 那比如说有时候我画一只荷花 画一朵荷花来讲 比如说啊 我这样画下来 下面慢慢放松 代表什么 雾 下面是水对 但是有雾气 所以这边就蒙 蒙在这边又看到一点点 早晨的雾嘛 所以这个雾呢我没有画嘛 但是你觉得是雾 你看他那边深那么那么那么浅 浅到没有去的 你有时候那个雾 早晨的雾遮遮一个枝干 不是会看到 有时候一些地方看得清楚 有些地方看得不清楚嘛 所以雾也不必画 所以这个是中国的特色啦 说以少胜过 什么叫以少胜过 我不必画就已经有了 你们西画要画半死才有 而且你画出来 也不见得就 就好嘛 画得不好 我们再泡泡画面 我完全不必画 你先想象那不是更妙 所以此时无生 甚有生 这张呢 这张是很简单的一张 也是半抽象的 就是大写意 大写意 所以它是 这个是属于 紫藤花 纫藤花 这边 你看我们中国画 就是留空白的嘛 当然这个是天嘛 所以这样子一张画呢 非常清淡清雅 而且有一种雾气的感觉 一面蒙蒙的感觉 元与月月 好像看得很像看不到 所以这是中国画的 这张画哦 你这样看是不大美 但是你表较就很美了 所以我们中画的纸啊 无论你多么皱 多么皱都不要紧了 一经过破底 表起来呢 平的不得了 好像烫过这样 而且会把那个意境显出来 不止平 它那个花也会显出来 也会觉得深一点 还有它要喷水 喷水的时候 那个花又会散一点出来 哇 感觉了 元气淋漓张流失 就是好像整个画 永远就不会干的样子 所以这种是中国画的意境 中国的特色 那么留空白 刚才我们有提一些山水画给大家看了 现在要讲夜景要怎么样画呢 麻烦你一下 我们中国画的夜景也是不必画 不必画真的黑黑暗暗的 还是整张只是留空白的 所以处理一会儿 不得了 隔壮你也是 好不好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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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们画的一个荷叶 用泼墨的画法 泼是泼水的泼 墨就是泼水的墨 所以我们这个表现的方法 这边我们画一张荷花图 刚才大家所谈的一个荷塘月色 代表月景 这个是画一些荷花心 荷花我们再补一下也可以的 就是画大多一种 把它放大 放大 这种荷花 这个是花蕊 花蕊半开的 刚才我们 我给这个夜卖 给夜卖 荷塘月色要怎么表现 我们画一个月亮就是晚上了 一扫声都不必画已经有了 所以就是夜景 这张是夜景 那么这张画你怎么知道是晚上 这个中国画的表现就是这样 那你这个月亮可以用黄色来画也可以 如果你不要要简单一点大写意 那么就是说是圈一个圆圈就可以了 那你要画一点黄色的也没有错也可以 那就是多一些工作而已 所以这张画的情况就是荷塘月色 为什么你懂晚上呢 夜亮嘛 你想要晚上 所以它是一种意境 让你去想象 看了之后你感觉到 这个是晚上 那么 西话不同 西话你一定要画天空暗暗的 黑黑的 如果画的不好 又破坏那个画面 我完全不画给你去想 那不是跟那个意境更美 我去看他们的此时无声甚有声 那么这边呢 我们点一下佛品 佛品 佛品点下去呢 你感觉到什么呢 好像是有水了嘛 这个我不是画水 我是画 我水也没有画 我是说这个是佛品来的 所以这个是中佛的特色 那么那个 跟西话不同的地方了 所以OK 我们天没有画 但是表现晚上 这个就是我们跟中国戏曲 京剧他们在表演晚上 因为晚上的时候 你不能够真的把这个灯光 全部关掉嘛 关掉暗暗的 都看不到人 怎么怎么表演 所以它灯光 舞台的灯光照就开座 那么怎么知道晚上 摸黑 他表演就是摸黑 好像伸手不见无知 那么你就觉得是晚上 你的感觉 所以他不必 不必像西洋 一定要把市井 跟市井一样 画到黑黑暗了 这个是中文化的 不同的地方 所以这个叫夜 和堂夜色 我们这个题和堂夜色 根据你的意思 和堂夜色 你出题目给我冲住 这个题款在这边 那么签名呢 如果没有问我们给签下面 都可以 签这边 这个也是属于血液化 和堂夜色 那么盖一个印章在这边 印章很重要嘛 我跟他们 我们现在要盖也可以 但是一定要盖 没有盖不可以 所以这个是一半而已 要不要盖印章 我们就盖一下 看看有什么不同 没有盖印跟你有盖印有什么不同 所以要盖一下才知道 鸭脚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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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刚才有一个 同学说鸭脚运 鸭脚运哦 我们这张 需要一个鸭脚运 鸭脚运就是弦章嘛 看在这边 但是这个是名字章来的 所以鸭脚运的章 跟名字章是共的 我们现在看哦 我们印章比较深重 所以我们说印章呢 在中国是画龙点睛的效果 井上天花的意境 非常重要 就好像我们说问律从中一点红嘛 所以这个印章 鸭脚运应该该这边 这个鸭脚运哦 大家不要误会以为是鸭脂的脚 不是压力的鸭脚头的脚 我一个学生跟我学了三年啊 有一天 每次我跟他讲鸭脚运 鸭脚运 他以为是真的鸭脂的脚 后来有一天 我写出来的时候 他说哦 反而大乎 原来是 是错的 鸭脚运我们叫弦章 其实要讲印章 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讲 手章 鸭脚章 弦章 那么蓝腰章 明治章 很多种 我们这个要讲龙要讲几天 好 我们现在看看 接下来 流空摆 夜景 哎呦 画风 风怎么画 风在吹怎么画 风啊 我们大家知道 是不可以看到的嘛 风是 一些非力 你感觉 感觉而已 你不可以说看到风 风是透明的嘛 对不对 那么你在中国话 怎么表现风 啊 用月子了 女人头发 长头发飘一遍 就是风在吹嘛 无需飘向一遍 就是风在吹 所以你只能够用上来表现 不能够说真的把风 碎 画出来嘛 风是不可以画的嘛 透明的嘛 好 我们现在 啊 画放那个风足 就知道在风怎么样画了 啊 比如说 OK 我们现在画 现在大家看的时候 看着那个竹飘向一遍嘛 感觉就是风了 左边右边就可以 比如说你要 你要画这边过来 那就东风吹 像西枣咯 西风吹来像东枣咯 那么 我们现在画 就是给大家看 还有解释过 风 风的画法呢 就是平 看你的风 你的月子飘向哪里 比如说 再画这边 这个是风的画法 在中国的风 跟西洋画的画法 也不一样 但是 要凭着那个 一半是想象出来的 这样的感觉嘛 那么这个风的表现 还有下来呢 我们刚才讲 夜景的表现 红跟月亮 就是夜景 天啊 地啊 雾啊 云啊 这些的表现 就是中国画的特色 但是如果 现在我们说中西结合 中西结合就是说 比如说 你的 OK 比如说 你说我不要白底 我要跟西洋画结合 也可以 你就 打底 你可以打底 不要紧了 比如说晚上 你可以照就可以画黑黑暗暗的 然后在红跟月亮 也是夜景 不过那个是中西结合 我们要纯具的中国画的表现 画法 还是要留空白的 所以中国画也不是说 完全不可以留空 完全不可以彩色 可以的 你的背景照就可以打 天空照就可以画 你可以画云彩 画云露 全部用颜色 整张画 画像好像跟 跟西洋画一样 那个是叫中西结合 像现在医学有中西结合 中国画也有啊 所以这个叫创意 创意 创意 传统的方法又不一样 那么现在呢 我们 书法跟画画 我们刚才讲书画同样 书画都非常 非常重要的 都有关系的 所以书法就是无声的音乐 音乐就是有声的书法 对不对 音乐我们唱歌有轻重虚实 高低音 那么画画也是有轻重虚实 所以书法也是 所以这些都是有关联的 所以艺术就是共通的 这个张大千呢 曾经跟皮卡索 张大千大家知道他是属于东方艺术家的大师 计画家 张大千 专门画和画出名的 那么皮卡索大家认识 西洋画的大师嘛 所以有一天他们两个人在讨论画艺的时候 张大千就问说 中国 因为他们两个一个是代表东方一个代表西方嘛 所以皮卡索就问 你们中国话到底是怎么样的 他不明白吗 因为他是西 西方的艺术大师嘛 所以张大千的画 画一幅画给他看 他画什么呢 我们画一下 张大千没有画什么 就是画两条小鱼 我就画三条 这个鱼头用黑的 点亮的眼睛 其实我们画画不是这样画的 油画才是这样画 中国画是不可以这样画的 我们这个是画错的 方法错 因为他没有 我如果在这边画你们大家都看不到嘛 没办法嘛 所以只好 挂在 空中画 这个画法是错的 为什么 他水会滴下来 那么这样的画的情形 但是 也很难画 坦白讲 要站马步 站的脚都很酸 我们这个设备的问题嘛 如果能够的话就是拍一种video 这样拍摄像 摄到屏幕上去 那个就很好 大家都看得到 那么画的人就不辛苦 所以我今天画的画 没有一张是好的画 全部都是坏的 没办法啦 你们都知道 要这样 这样画是不对的嘛 很多错误嘛 所以你们不要跟我回家不要学我这种方法 哦这个大错特错啊 这个是讲解的时候没有办法 好了这三条小鱼完成了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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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错 我是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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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垂直的是错的 不不可以这样画的 中国画是在桌子上画的 啊 这样平面的 这样画 天可以 这个还 没有没有天那个黑的不立体 一定要天下去才好看嘛 所以说这个 这个这个不是错 这个是我们要加上去的 我们中国画是有浅到深 有浅到深 所以开始我画淡墨 你看到啊 现在说浓墨 浓墨我会加上去呢 你就看到 比较立体了嘛 比较立体了 所以这三条小鱼 等下我们 我们再补一些水草 比较完整一点 这个水草 感觉到吗 这三条小鱼 三条小鱼我们象征 浮露兽 三鱼图 所以我们的题字应该是写三鱼图 那么张大千 就画了三 他故事是写两条小鱼 两条小鱼 完全的画只是空白 一点东西都没有 他没有画水草 水草我自己加的 完全空白 意境非常美 比较说看了之后很惊讶 他说 你们中国画 只画两条小鱼都没有画水 我感觉到有水 还闻到那个水的味道 还闻到水的味道 所以中国太棒了 所以他说全世界的美术领域里面 中国是独树一帜 自成体系 他说 OK 你们 中国画 不必画就已经有了 我们西洋画要画到半死 还要篇 整张画慢慢浪费很多时间 那么有时候又画得不好 不是破坏画面 我这个完全没有给你去想象 那不是更了 所以 他说中国 他说艺术领域里面 中国 中国话排第一 日本 日本 日本话排第一 日本排第一 其实日本 讲来讲去就是讲中国 日本话也是中国传过去给他们的 他们的汉字书法也是中国传过去的 所以 所以讲来讲现在是中国 你们中国太棒了 他说为什么你们中国人每次跑去我们西方巴黎学画 中国的艺术 中国的印象太早 早就在你们中国了 就不是我们西方嘛 他说为什么你们每次跑去我们巴黎学 应该是我们西方人在跟你们中国人学 所以真的 艺术大师 皮卡索 他真的画中国画的 他就跟也跟张大千学 也跟齐百世学 他就临摹很多齐百世的画 临摹了很多 临摹了不像 那么他看到齐百世画的兰花 竹啊 松树 他说不是他 皮卡索可以画的 他这里讲他画不到 他画不到 他说中国话太深了 太棒了 所以他的皮卡索是一个艺术大师 他对我们中国画这么的崇拜 这么的尊重 这么的看起我们 把我们排在四季美术领域 排第一 所以 毛笔可以学的嘛 他就是 我们不管他哪对不对 毛笔 他说在哪 对不对的标准 就是他没有办法把那个意境表现出来 一直画不到 我们写三鱼图 三鱼图 中国话里面是象征什么 福入寿 福入寿 大家记下来 三鱼图 我们这个鱼是谐音 连连有鱼的鱼 不是鱼类的鱼 生鱼的鱼 我们顺便讲一下张大千跟西方艺术大师 皮卡索的一些故事 那么他说 张大千 有一天他就 到 火车站迎接 这个不是迎接皮卡索 迎接梅兰方 梅兰方是医术大师 他也是医术大师 京剧的 京剧家 非常有名的 所以他 他就 张大千是一个很幽默的博家 为什么叫他幽默 他去迎接他的时候 他就跟 他说 今天呢 是小人来迎接君子 那是梅兰方听了认住 大师为何处此言 为什么你讲这样的话 你把 把你自己当个小人 称呼我君子 张大千就解释了 他说你看我们画画的就是动手嘛 小人才动手 你们唱戏的是动口吗 动口就是 君子嘛 所以小人迎接君子没有错啊 原来是这样 OK这个是 他有一天呢 张大千 一个元老他买了一张张大千的话 他又不知道真的假 心很不放心 那么就找张大千看到张大千找他鉴定 张大千一看 一看就知道是假货 他又不好意思跟他讲 因为他用了这么多钱去买来 这张画画的比我的好 他肯定是假的 他很幽默 他就这样 他画的比我好 那么又放 因为不要扫兴嘛 那个买家 买的人也很痛苦 刚刚讲假的不好 他说画的比我好 那么他听了也高兴 他怎么不离把 US 所以这跟意思是这样 他不讲这 不讲说这张画假的 是 哦 不做操靠 操靠我就沒有說過了